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如意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在一起 那到了后来宋代的时候 随着花鸟花的训梦发展 梨猫也开始大量的涌现在绘画作品当中 甚至还出现了一批非常擅长画猫的画家 比如说李迪 他的那幅非常著名的《梨奴清廷图》 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我们就先去日本大阪的市立美术馆 看看南宋李迪的这幅《梨奴清廷图》 在这幅作品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蹲在地上 它扭头回望一只正在飞舞的红蜻蜓 眼神当中充满了那种好奇和专注 而且还带有一点点小小的向往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萌 而且它身上的那个毛被勾画得特别的精细 毛茸茸的感觉就呼之欲出了 再加上它非常优雅又有一点灵性的小姿势 那么一摆 简直是太想让人上去揽一揽了 同样在日本大和文化馆 有另外一幅传说是南宋的作者毛毅所画的作品 叫做《蜀魁游猫图》 在这幅蜀魁游猫图当中 我们会看到一幅庭院当中群盟乱斗的场景 在骑尺鼠魁下面呢 有一只棕白相间的小母猫 它的身边蹲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宝宝 这个猫宝宝呢 就怯生生的在一边看戏 而在另外一边 有一只很漂亮的花斑小猫 和一只灰色的萌萌的小猫扭打在了一起 那小花猫一边闹一边看向画外 看向我们 那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说 在画面当中的中间偏下的位置 可能还有另外一只淡褶色的小猫 它正在抬头望着飞舞的小蝴蝶 但是因为时间久了 而且保存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褪色了 我们现在很难再去辨认了 那无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只小猫存在 这样的一幅有花有草还有猫的场景 不就是我们现代人心目当中 最理想的生活场景吗 看完了两只萌萌的猫 我们来看一只不一样风格的猫 我们去日本的全乌博古馆 看一看八大山人画的安婉帖当中的这只猫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曾经在夏日特辑 看过八大山人同款作品 安婉帖当中的花和鱼 今天我们来看看猫 既然我们要请出八大山人老师了 那我们可想而知 它安婉帖当中的这个猫 肯定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这只猫太有喜感了 很多人都说第一眼看见它就忍不住想了笑 八大山人呢 只用了寥寥数笔 就把这只猫似笑非笑 毫不在意又有点可爱傲娇的那种身情 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它背上的那一抹墨色和小小的黑色的尾巴 又让这个翻着白眼的小猫 和那种不屑一顾的表情之下 所掩盖的萌萌的感觉 悄悄地跑了出来 你看着这只与众不同的猫 是不是想起了 经常会被人们提起的一句话 就是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由此可以看到 无论是古人 还是现在的我们这些 完全被猫俘获的人类 确实都是真情实感的沉迷于 稀猫带来的快乐呀 那今日份的稀猫 我们就先吸到这 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都能够更爱猫猫 猫猫也能够更爱我们 猫猫为我们带来一年的好运 和一年的可爱